所以专注于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的同时 靠着被动指数化投资 也会带来额外的金钱资本 被动投资金钱 主动投资人生 长期下来 绝对是个达到双赢的最佳均衡点 多花一些时间来研究股票 增加收入来源 提早退休 享受人生 有什么错的啊 没关系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小猴准备了10万元要来投资 每天下班后都花3小时在研究股票 非常勤奋 整年一共花了750个小时研究投资 小猴去年的年化报酬率高达30% 也就是说小猴净赚了3万元 有在投资基金的朋友绝对不陌生 假设2019年第87号台股基金 年化报酬率为35% 追踪指数的0050年化报酬率为33% 也就是说第87号台股基金 有2%的超额报酬 因为指数或是大盘的报酬 是你不用花时间努力研究投资 就可以赚到的市场报酬 所以我们辛苦花时间研究投资赚的钱 自然要跟不花时间的指数报酬比较才有意义啊 所以要用2000元除以750个小时 让我按计算计算一下 哦 原来小猴花时间研究股票的时薪 才2.67元啊 我们可以把研究投资的时薪 简化成一个市值 投资资金乘以超额报酬率 除以研究所花的时间 可以发现有三招能够打破困境 第一招 降低分母 降低研究投资所要花的时间 我们就花最少的时间 单纯赚取市场报酬 一年花不到一小时 第二招 增加分子右边的超额报酬 但这招可能是个虚招 不能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从上面的研究报告 我们知道要创造出超额报酬 长久下来基本上不太可能 同时也会耗费大量时间 不切实际 从上面两招我们可以知道 拥有整个市场的被动指数化投资 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用低成本的方式追踪市场指数 追求与市场大盘一致的报酬 并使用正确的指数型ETF来投资市场 定期投入资金 长期买入持有 不挑时机进出场 持有市场上的所有公司 让我们的资产随着经济成长的脚步 一同成长 像是巴菲特曾经多次建议散户的投资标的 美国S&P500指数 25年内可以让100万变成1100万 不用花任何时间盯盘 不用看一堆财报数字 你也可以做到 但是在学会拥有市场的有效投资方式后 也不是要我们真的躺着赚 我们接着看最后一招 这招虽然没有那么一针见血 但长期下来绝对是个最强的绝招 我们可以把分子左边的投资资金提高 前面提到过 我们很难用时间创造出超额报酬 所以当你资金少的时候 花时间研究投资 并不会改变你的人生 人力资本 金钱资本 金钱资本相信大家绝不陌生 就是你财务上到底多有钱 有一个实际且明确的金额数字 那人力资本是什么呢? 简单说就是 在未来你透过你自身 无论是付出劳力或者是脑力 所能赚到的所有钱的总和 换算到现在这一刻值多少钱 所以专注于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的同时 靠着被动指数化投资 也会带来额外的金钱资本 并有效帮助提升投资资金的规模 被动投资金钱 主动投资人生 长期下来绝对是个达到双赢的最佳均衡点 其实大部分人对投资都没什么热情 也没有太大的天赋 单纯希望借着投资 快速致富 早点退休 享受人生 但毕竟时间非常珍贵 如果投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自由 结果在投资的过程中 过度耗费时间在研究上 最后还没有办法赢过指数 不仅浪费时间 最后还没有得到该有的财富自由 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扫描克拉扣 不要错过精彩内容 按赞分享订阅疯传媒 小铃铛开起来 一起来跟风 开起来